嗨,欢迎收听故事发射台 准备好和陶子老师一起展开冒险了吗? 屁里扒拉碰,碰,屁里扒拉碰 故事发射咯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故事发射台 我是陶子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呢 是美国作家William Stink的《魔法骨头》 是一个充满奇幻旅程的故事哦 那话不多说,快来听故事吧 屁里扒拉碰,碰,屁里扒拉碰 故事发射咯 《魔法骨头》 这天天气晴朗 小珍珠放学后没有直接回家 他四处闲逛 看着镇上的大人做着大人的事 这些他可能有一天也会做的事 他看到清道夫打扫街道 他往防风草项的面包店里望 看到面包师傅们 有的把热腾腾的裸麦面包 从烤箱里拿出来 有的啊,在炸麻花上撒糖粉 十字路上 他在老末的古仓旁停了下来 聚精快神的看着两名老头 一边哐啦哐啦的头指马提铁 一边吐着烟草之鱼 接着他坐在学校与住家之间的那座森林里的草地上 春光明媚,暖洋洋的空气轻抚着他 他感觉自己仿佛化身为一朵花 身上轻盈的洋装如花瓣 啊,我爱所有的东西 他自言自语说道 我也是 有一个声音回应 小珍珠挺直身子 四下张望都没有人耶 你在哪里? 他问 往下看啊 那个声音回答 小珍珠往下看 我是一根骨头 就在你的右手边的石头旁 那颗树附近的紫罗兰花丛里啊 小珍珠直盯着小骨头看 你会说话? 他低声问 哦,我什么语言都会哦 骨头回答 哈巴拉斯巴尼奥 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瑞森米波波斯基 你会说波兰语吗? 你会说德语吗? 而且我还会模仿各种声音哦 骨头立刻发出 召集士兵的喇叭声 接着是风声 接着是啪哒啪哒的雨声 再来是打呼声和打喷嚏声 小珍珠很难相信他所听见的 你是根骨头耶 你怎么会打喷嚏啊 呃,这个吗? 我也不知道 骨头回答 我天生如此 哈哈 神奇的骨头 我可以带你回家吗? 小珍珠问 当然可以啊 骨头说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好久了 一年前的八月 我从一个巫婆的篮子里掉了出来 它继续往前走 我是可以叫住它的 但我又不想再当它的骨头了 它每餐都吃大蒜蝸牛 还老爱抱怨它的风湿病 又很爱管闲事 跟一个像你这样活泼的年轻人在一起 我比较开心 小珍珠捡起骨头 轻轻地放进手提包 它让包包的口开着 这样它们就可以继续聊天咯 它就这么地走回家 都忘了课本还留在草地上呢 它急着想把骨头拿给爸爸和妈妈看 告诉他们骨头会说话哦 它猜测得到妈妈会说 哦 那只是你的想象啦 爸爸呢 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接着骨头会开始说话 然后它们就会大吃一惊 春光灿烂 绿意盎然 挖民不止 今天真是个会发生奇妙好事的美好日子耶 就像我找到你哦 也就像我找到你啊 骨头回应 它吹着进行曲的口哨声 它们一路愉快地走着 但是没多久 从一块大石头后方冲出了三个拿手枪和匕首的强盗 把原先美好的气氛给搞砸了 它们照着斗篷 带着鬼怪的面具 所以小珍无法辨识它们是谁 而且它们凶狠狠地 说起话来令人毛骨悚然 其中一个强盗命令小珍珠 把包包交出来 今天要不是发现会说话的骨头 小珍珠肯定会欣然地把包包交出去 好摆脱这几个强盗 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包包 小珍珠很惊讶自己如此勇敢 里面是什么 另一名强盗用枪抵着小珍珠的头 是我 骨头大喊 然后发出一个像蛇一样 嘶嘶嘶的声音和狮子的怒吼声 强盗们害怕听到更多猛兽的声音 就飞快地逃跑 速度快到看不清楚 它们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 小珍珠看了哈哈大笑 骨头也是 它们继续往前走 嘻嘻哈哈地谈论着 刚刚发生的事情 聊一些有的没的 可是 没多久 一只狐狸从树的后面走了出来 挡住它们的去路 狐狸在西装上 别了一只小紫钉箱 煮着拐杖 呲牙裂嘴地笑着 笑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它白色的大尖牙 它大叫 不准动 小珍珠吓呆了 你正是我期待好久的大餐 它继续说 肥肥嫩嫩的 你呀将成为我今晚的主菜 哈哈 它紧紧地抱住小珍珠不放 放开它 你这个大坏蛋 骨头大叫 否则 我要把你的耳朵给咬断 是谁在说话呀 狐狸惊讶地问 是一只饿到不行 特爱吃新鲜狐狸肉排的鳄鱼 骨头回答 这只狡猾的鳄鱼不像强盗那么容易上当 它没有看到危险的鳄鱼 倒是往小珍珠那个传出声音的包包里头一探 拿出了骨头 哇 前所未见呢 哈哈 它大喊 一根会说话的骨头 哇 一直很想拥有这类的东西 接着 它把骨头放进它的口袋 骨头在口袋中大声叫嚷 却一点也没有用 狐狸一路都推着小珍珠 要把它带回住处 小珍哭得好可怜 狐狸不禁替它感到有点难过 但它已经下定决心 要把它当晚餐 拜托你 狐狸先生 小珍珠啜气着说 我可以拿回我的骨头吗 至少让它陪伴我 到我死的时候 好吧 狐狸说 它恨自己如此心软 它把骨头给了小珍珠 小珍珠把它放回包包 你必须让这个美丽的女孩活下去 骨头大叫 先生 你不觉得你很惭愧吗 狐狸大笑 我为什么该觉得惭愧呀 我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我天生如此 骨头开始辱骂 你这个懦夫 你这个臭虫 你这个超级大坏蛋 它讥笑着狐狸 这些咒骂的字眼 惹恼了狐狸 啊 闭嘴 否则 我也把你给吃了 狐狸咆哮 肯一根会说话 又会大声喊痛的骨头 啊 一定超级好玩 骨头在接下来一路上 都保持沉默 小珍珠也是 当他们抵达狐狸的住处 狐狸将小珍珠连同骨头 推进了一个空的房间里 并锁上门 小珍珠坐在地板上 盯着墙壁发呆 唉 我知道你的感受 骨头低声说 我才刚刚要开始我的人生 小珍珠也低声回答 我不想就这么死掉了 唉 我知道 骨头低声说 难道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小珍珠问 我真希望我可以想点什么对策 骨头说 但我现在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 我好难过 那是什么声音 小珍珠问 他听见厨房传来一闲声响 他在磨刀 骨头悄声地说 天哪 小珍珠错气 那又是什么声音 听起来像是木材 被放进炉灶里的声音 骨头回答 我希望我一下锅就很快失去知觉 小珍珠说 他闻到了醋和油的味道 狐狸正在搅拌沙拉 要来搭配主食呢 小珍珠紧紧紧地把骨头抱在胸前 骨头啊骨头 说点话来安慰我吧 你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骨头说 哦 对我来说你也非常的重要 小珍珠回答 他可以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 他害怕地无法再从喉咙里吐出任何字 眼睛也不敢再朝门的方向看 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 骨头低声地说 可是小珍珠吓得直发抖 他被拖进厨房 他看到炉火烧得震望 这样对待你 我很抱歉 哎 狐狸叹了一口气 这无关私人恩怨你得知道的 起起碰 骨头脱口而出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出这三个字 你说什么 狐狸说 他站着一动也不动 起起碰碰 迷你碰 骨头念硬有词 吉利咖哩 起起碰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狐狸缩小了好几寸 吉利咖哩 迷你巴哩 起起碰 吉利咖哩 迷你巴哩 起起碰 骨头持续念着咒语 很神奇的 狐狸竟然缩小到跟兔子一样大 没有人会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小珍珠不敢相信 狐狸不敢相信 就连骨头自己也不敢相信 自己说话有这么大的威力 吉利咖哩 迷你巴哩 咕哩 阿哩 起起碰 骨头继续念 狐狐狐狐狸的身体就连同他的衣服 都变成一只老鼠的大小 迷你 碰碰 骨头一声下令 那只老鼠 也就是那只特小号的狐狸 急匆匆地钻进了洞里去了 我不知道 你还会魔法 小珍珠上气不接下气地叫 我自己也不知道 骨头说 那你怎么会知道要念 吉利咖哩 迷你巴哩 起起碰 起起碰 我也想知道 骨头说 那些话自然而然就从我的嘴巴里冒出来了 我不想说都不行 我想 一定是之前跟着巫婆的时候 无意间学到的吧 哇 你真是一根神奇的骨头耶 小珍珠说 哇 绝对绝对 忘不了今天的 当他们抵达小珍珠的家 天已经黑了 门一打开 妈妈就把他抱进怀里 爸爸也紧接着抱了抱他 你究竟是去了哪里啊 他们俩都想知道 我们好担心耶 小珍珠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他拿起骨头说 这是一根会说话的骨头哦 就如他事前预期的 妈妈说 一根会说话的骨头 哎呀 小珍珠 那些都只是你的想象啦 爸爸也说了类似的话 正如小珍珠所料 但当骨头开口说话 你们的女儿真的很优秀哦 爸爸和妈妈都吓了一大跳 小珍珠没等爸爸和妈妈回神 就开始说起他一天的奇遇 骨头也在一旁帮忙补充 这一切太不可置信了 爸爸妈妈一下子难以接受 骨头流了下来 成为小珍珠家里的一份子 他们为骨头在壁炉台的银牌上 安排了一个光荣的位置 小珍珠每回睡前 都会把他带上床 然后两个人 鸡鸡喳喳喳的说着悄悄话 直到深夜 有时候骨头会唱歌 或模仿竖琴轻荣的声音 吼少珍珠入水 要是家里 有谁独自留在家中 也都会有骨头陪他说话 他们想听音乐的时候 就有音乐可以听 有时他们就算不想听啊 也得听哦 OK 故事说完咯 你也想要拥有一根魔法骨头吗 下次出门找找看 或是让故事发射台 当你的魔法骨头 陪你说话聊天听故事哦 好 最后不要忘记 帮我在YouTube 或是各大的收听平台 留言评价五颗星 然后呢 也可以告诉我 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故事 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吧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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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